华尔街电视新闻为您播报 在德国,科学家希望更多测试自动驾驶汽车在日常场景中的表现 在西部城市亚琛,两块场地成为最新测试路段 在首都柏林,自动驾驶公车上路了 一块新测试场地位于亚琛附近的阿尔登霍芬 另一块则是现有的亚琛工业大学场地 阿尔登霍芬的场地将于3月27日开始动工 现有的亚琛工大场地已经配备了交通路口 停车区、巴士站、环岛、人行横道和可变形的模拟建筑物 以便可以模拟复杂的交通状况 同时又不会发生物伤 不久前,美国亚利桑那州坦佩 一名女子被一辆测试中的优步自动驾驶汽车撞伤后 不幸身亡 这引发了新一轮关于自动驾驶安全性的讨论 在柏林,本周一 两辆自动驾驶的公共汽车开始试驭行载客 柏林公共交通部门宣布 截至2020年 这两辆迷你电动公共汽车将在柏林市中心 夏里特医学院的夏里特医学院中路行驶 该路段总长1.2公里,分9站 自动驾驶公车最高限速12公里每小时 此外,从4月中旬起 另外两辆自动驾驶的迷你巴士 将在威丁区的夏里特医学院 威尔校诊所区开始试驭行 柏林公共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尼库塔说 这两个夏里特医学院的测试地点 非常适合名为Stimulate的项目 因为它们都包含了大量的测试场地 并且与公共路段分离开来 两块场地包含人行道、十字路口、行人、自行车、汽车、卡车和公共汽车 是柏林交通的一个缩影 尼库塔表示,出于安全考虑 在测试第一年里,车上将配有预备司机 在一旦出现问题时可以介入 明天学库 明天学库 明天学库